俄羅斯限制天然氣供應 導致歐洲出現能源危機 天然氣價格飆升 更令一些並不依靠天然氣發電的能源公司獲得暴利 歐洲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在14日表示 要對這些發電企業徵收暴利稅 以幫助成員國支付高昂的能源開支 歐洲天然儲存量目前已達到84% 但為了避免今年冬天出現能源短缺 歐盟還提議削減高峰時段用電量 馮德萊恩表示 徹底擺脫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 也是歐洲最主要的任務 此前歐盟部分成員國曾提議 設置俄羅斯天然氣價格上限 但普京回應若實現此政策 將撤斷一切能源供應 馮德萊恩在14日並未提及這項提案 歐盟成員國將仔細研究草案細節 有望在本月底前達成協議